龙年来临的除夕夜 六岁的我被爹娘丢在了风雪肆虐的柴草堆里 只因算命的预言 哥哥是有龙命的复兴 而我这种赤儿会吸走哥哥的气韵 我被一户破落人家捡了回去 不过三天 那破落户忽然就升了官 发了大财 爹娘找上门 说要打死我这个吸走他们家气韵的灾心 我只是流着口水嗤嗤地笑 你坏坏你要死 娘亲碎碎冷要回家 彼时我坐在柴草堆里 还在天真地扯着娘亲的袖子 盼望她能带我回家 我叫碎碎没有信 我和哥哥将路成是双生胎 哥哥从小聪慧 很得爸爸爱 而我两岁学不会爬 四岁学不会走 到六岁才只能勉强站稳走路 爹爹说我太纯笨了 不配灌国公府的信 会脏了国公府的宗谱 我什么都不懂 即使大家好小都不爱跟我玩 我也会努力凑上去 去贴一贴他们 亲一请他们 虽然总是会被推开 但至少还是有家的 直到今天 此就迎新的大喜日子 一个路过的算命瞎子说 国公府的小背里 有个带着龙命的福星 除此之外 还有个会吸走福星气韵的灾心 爹爹和娘亲高兴极了 抱起哥哥亲了好几口 我儿路成以后是要有大出息的 一定会为国公府争光天才 哥哥昂着骄傲的头颅 如果有尾巴 他的一定翘到天上去了 然后 娘亲不善的目光 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那这个小蹄子怎么办 又蠢又笨 养在家里 还要吸走成儿的气云 简直是个祸害 跌跌成瘾片刻 大手一挥 决定了我的命运 由不得了 影响了成儿可不好 牵出去扔了吧 反正没上宗谱 也没多少人认得 谁也挑不出错 就这样 我被娘亲一路带着 走了好远好远 最后被丢到了这里 娘亲扶开了我的手 闲屋地拍了牌 转身离去 寒冬腊月 我穿着不合身的哥哥的旧衣 鞋子在娘亲拉扯的时候 在路上走丢了 好了 我想去追娘亲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 要把我丢在这里 可柴草堆太高了 我下不去 娘亲就这样消失在了实现里 但我没有哭 我天生只爱笑 天黑了 雪又下起来了 我的手脚都冻僵硬了 这是谁家的小娃娃 是走丢了吗 一个看起来 慈眉善目的老奶奶 笑眯眯地盯着我瞧 我却觉得她不是好人 她伸手掰开了我的嘴 抬起了我的头 盯着我的牙齿 瞧了又瞧 则 这个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今天真是赚了 出来买个胭脂 也能碰上好货色 只是我的口水 忽然滴落了下来 滴在了她的手上 她忽然就嫌恶地推开了我 我差点从柴草堆上栽倒下去 是个傻子啊 唉 真是倒霉 我就知道不会平白 无辜遇到好事 后来又有好几个 这样的人经过 但都是跟她一样的反应 没有人喜欢我吗 我有些难过 直到一个衣着朴素的妇人 在我面前俯身 抬手替我扫开了 头顶上脸上的穴 可怜见得 是走丢了 还是被扔在这里了 今天县衙不开门 这可怎么办 我忽然就看着她笑 我伸出动得僵硬的手 艰难地握住她的手 碎碎 回家 一意 发财 嘿嘿 我很难把语句说连贯 只能这样几个字 几个字表达 夫人也笑了 心情颇好 嘴那么甜呀 那先带你回我家吧 住几天等县衙开门了 再送你过去 你这爹娘真不负责啊 我就这样跟着妇人回了家 她家实在算不上好 跟国公府比起来 就像是破落户一样 跟同一条街上的其他门地 比起来也逊色很多 看起来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妇人牵着我 从屋子里翻出一个汤婆子 暖了暖我的手 她又用帕子擦干净我嘴角的口水 摸了摸我的头 听到我的肚子咕咕叫 她摇头失笑 然后给我拿了一张糊饼 让我慢慢吃 唉 可怜孩子 这个姨姨对我真好 比娘亲对我好很多 她要是我娘亲就好了 她要是开心了 会不会就愿意当我娘亲了呢 于是我踏着笨拙的步伐 挤进她的怀里 亲了她一口 姨姨好 姨发财 姨姨钱钱多多 夫人把我搂在怀里 脸贴着我的脸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招人喜欢呢 高兴之余 她忽然叹了口气 你这孩子指定是被爹娘故意扔掉的 送去县衙估计也只能去一庄生活了 这么小的孩子 在一庄怎么能活下去呢 如果不是家中实在太困难 再养一个小孩子又有何妨呢 我依旧努力说着 姨姨发财 夫人摸了摸我的头 杀孩子 发财这种事情 哪是说一说就能实现的呢 哎 我也想 要是有钱 这个年也不会这么难过了 夫人的话还没说完 门忽然被打开 夫人 我回来了 娘 我回来了 进来了两个男人 一掌一掌 两个人手上都提了不少东西 夫人松开我迎上去 看了两人满手的东西 扶着额头称怪道 让你们去置办年节要用的东西 怎能买了这么多回来 眼长的男人还穿着很旧的官服 文言黑黑一笑 今日运气不错 下指指发年末赏银时 竟然遇上圣上了 圣上见我官服破旧 赞了一句情节朴素 乃为官之品德 就这么一句 赏银翻了好几番 你说说 这圣上我在汉林院当时 多年都不曾见过 今日忽然就见到了 这是不是预示着 我明年运气要好起来了 出宫我就赶紧去置办了许多东西 你和婚儿的衣裳都旧了 给你们裁了新的 咱们今晚过个好除夕 男人说完 少年也放下手中的东西 兴高采烈地说起来 娘 今日书室里忽然来了 欣赏我字画的买家 把囤积多日的字画 全部高价购走了 咱们明年都不用愁吃饭了 看着大家高兴 我也高兴 我开始拍手 咯咯地笑了起来 夫人 这是 夫人这才从欣喜的余韵中回过神来 想起了我 她转过身 看向我的眼神更充满了怜爱 她俯下身 抱起了我 是个可怜孩子 应该是被家里人扔了 我发现她的时候 就坐在柴草堆上 又不敢下来 被雪盖成了小雪人 就这样也不哭呢 看着我就对我笑 原本打算送她去县衙的 但这孩子的嘴实在是甜 说完发财的吉祥话 你们俩就带着好消息回来了 虽然不一定有什么关系 咱家也发不了财 但我实在是喜欢得紧 我在夫人的怀里拍着手黑黑笑道 升官 发财 升官 发财 眼前的两个男人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个有趣孩子 如今日子不难过了 既然夫人喜欢 留下她也无妨 就做我们家的女儿吧 我听不懂很多话的意思 但我听懂了这个女儿 于是我对着夫人的脸巴唧一口 娘亲 爹爹 哥哥 我从此有了姓 我叫做陆碎碎 碎碎又有家了 碎碎希望新的爸爸和娘亲 还有哥哥能天天开心 第二天 阿娘帮我裁了很多新衣服 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这么多新衣服 我可喜欢了 阿娘说 正月里衣服铺子都不开门 只能用家里有的料子 自己亲自帮我裁衣服了 那些五颜六色的料子 在我身上比划时 哥哥陆幻枝摸着我的头 我们碎碎看着跟个小福娃一样 娘 您的手艺可真好 这些款式我在京城里都没见过 阿娘温柔地笑笑 擦进我的口水 没有说什么 我穿上新衣服 满屋子乱跑 一边跑一边笑 阿娘做衣服 碎碎衣服 阿娘发财 我继续跑着 哥哥看着我的傻样 摇头失笑 阿娘却开始若有所思起来 我跑累了 缩进哥哥的怀里打瞌睡 阿娘突然轻轻拍拍我的脸 碎碎 你看阿娘做的这些衣服 碎碎喜欢哪些呀 我朦胧睁眼 看向那些衣服 然后抬手指向了一件 阿娘微微醋眉 然后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笑道 这是京城里早些年早就淘汰的布料款式了 我也真是疯了 居然真的觉得一个小孩子呢 我忽然又抬手指向哥哥的书架 陆家虽然门庭低微败落 但藏书是很多的 阿爹和哥哥都很喜欢阅读 哥哥读书 碎碎睡觉 哥哥摸摸我的头 抱着我走进了书架 那碎碎指一本 哥哥读给碎碎听 然后碎碎睡觉好不好 我随手指了一本 哥哥拿下来看了一眼 哈哈 这本记要乃是前朝之物 思想与我朝不尽相同 若不是碎碎今日随手指到 我都快忘了 罢了 就读这一本 在哥哥的读书声中 我沉沉睡去 我在陆家过了一个好年 七年过后 阿爹又要开始进宫 哥哥也要去书室学习和工作 至于阿娘 似乎开始准备拿一些钱 开一家孩童成衣店铺了 只是选址的时候 大家闹了分歧 阿爹觉得应该选在街头 阿娘觉得应该选在街尾 哥哥觉得要当选在死属旁 三个人各执一词 都觉得自己的更有道理 最后我在几人的争执声中 打了个哈欠 伸了个懒腰 脚脚好 碎碎喜欢 那里 说完我就沉沉地 趴在哥哥肩头睡了过去 睡前三个人 似乎哈哈大笑起来 说索性就一碎碎的 阿娘回来的时候 抱着我亲了好几口 完全没嫌弃脸上的口水 碎碎 你真是阿娘的好宝贝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挥舞着双手 宝贝 碎碎是宝贝 爸爸和哥哥也回来了 两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的 阿娘抱着我迎了上去 没开眼笑的 当初听碎碎的 把成衣店选在街角 真是选对了 那街角有什么 你们知道吗 那街角 今日新开了个育儿堂 几乎整日整日 都有连绵不绝的妇人 带着孩子来往 总会经过我这成衣店 对了 还有碎碎选的那个料子 我当时只当它是 京城不流行的料子了 所以做的成衣 比其他料子的少 结果谁能想到 那料子只是 夫人们不再喜欢了 孩童们都爱那一生呢 今日一日就全卖空了 照这样下去 用不了半月 就能将本钱赚回来了 第一个月就开始盈利 天哪 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阿娘越数 就越是笑得见牙不见眼 又亲了我好几口 我乐呵呵的 哥哥又将我接了过去 我也有好事要告诉阿娘呢 阿娘可还记得前不久 我给碎碎读的书 就是碎碎胡乱纸的那一本 书是习字时 我写下了那书上的内容 结果 先前高价买走我字画的那人又来了 他这次不止出了高价 还对那内容称赞不绝 还问了我的见解 结果遇上了下朝来接我一起回家的爹 娘 你猜猜那人是谁 娘亲十分好奇 谁啊 哥哥忽然捏捏我的脸 碎碎知道是谁吗 我被哥哥捏得哥哥笑 龙 是龙 哥哥的脸色突然变得震惊 他和阿爹交换了一个眼神 告诉了阿娘答案 是微服初询的圣上 娘 我这是彻底遇上贵人了 原本科举被舞弊顶替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能出人头地了 谁知道 谁知道 圣上说 我这般的才能 这售卖字画实在是太委屈了 竟然要破格收入我进汉林院 哥哥话音刚落底 阿娘忽然就红了眼眶 他抱着我 竟然和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真好 真好啊 原本娘以为 我的话儿空有报复 却只能一辈子急急无名了 只是阿娘还来不及掉几滴眼泪 阿爹突然又笑着开口 夫人先别哭 否则待会儿可能会守不住 阿娘愣愣地看响她 话儿入汉林院 坐的是我的位置 而我 今日升迁了 前汉林院大学室 是位俗餐 在位期间探磨无数 惹得圣上震怒 下令严查汉林院 一通搜查下来 除了我竟然无一人幸免 圣上当即就点了我 做了首席大学室 可入朝堂 听朝政了 诶 夫人 怎么激动晕过去了呢 娘 快醒醒啊娘 阿娘 醒醒 阿娘 发财 阿娘又醒了过来 抱着我又是哭又是笑的 一家人安慰了她许久 我现在觉得 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决定 就是去了那处买菜 然后看见了碎碎 带她回了家 大家好开心 他们开心 我也开心 于是我又拍着手 升官 发财 一家人一起哈哈大笑 转眼之间 我十三岁了 阿娘为了照顾我方便 现在白天都是把我带在成衣店里 这天 阿娘正忙着材质新衣 我坐着小凳上双脚 一晃一晃地摇着哥哥买的波浪鼓丸 阿娘叫我小心血 不要摔下来了 门口忽然来了一辆华丽的马车 我看着那辆马车 只觉得好熟悉 好像在哪里看过 但我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在哪里看过 马车里的人似乎在说话 娘亲 你说为什么那吸我气运的赔钱货都死了 我怎么还越来越倒霉了呢 昨天是温错叔被夫子罚 前日是猝拘摔下马 前日是二皇子射箭射偏了险些射中 我让我一命呜呼 承儿啊 娘也心疼啊 你可是有龙命的福星 哎 听安国公夫人和定平侯夫人说 这家成衣店的衣服非常不错 他们家的孩儿们都喜欢得不得了 娘带你多换身新衣服 把那小蹄子的晦气都去一去 这个声音也好熟悉啊 我好奇地抬头往外看 直到马车里的人走出来 我吓了一跳 然后从小凳上摔了下来 原来是那个不要我的娘亲 江夫人和不喜欢我的哥哥 他们是要来带我回去吗 我不想回去 哈哈哈哈 娘亲你快看 这个小女娃也好蠢啊 这么大了 居然还会从椅子上摔下来 摔得狗吃屎一样 我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扑尽了焦急来看我的阿娘怀里 阿娘别不要碎碎 碎碎听话 阿娘拍着我的背 怎么了碎碎 阿娘不会不要你的 我刚抬起头 忽然被人从后面扯入了小便 我被迫转过了头 疼痛使我笑不出来 你这吸尘儿气韵的小灾心 竟然没死 好啊 我说承尔最近怎么会这么倒霉呢 原来是你这小灾心变本加厉了 原本只是想留你自生自灭 没想到你这灾心的命这么硬 还活了下来 我绝对不会让你影响承尔的命格 我弄死你 江夫人死死拉着我的两根小便 想将我从阿娘怀里扯出来 阿娘脸色瞬间就变了 她阴沉着脸 扯开了江夫人的手 阿娘的力气很大 江夫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被扯得往后好几个猎切 然后撞到了江露城 两个人一起摔倒在了地上 哎哟 娘你要压死我吗 江夫人整个不受控地压在了江露城身上 把她压得呲牙咧嘴 眼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她却怎么也爬不起来 我这才终于笑了 阿娘看我笑 也跟着一起笑 最后江夫人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江露城却被她压得晕了过去 江夫人原本还想恶狠狠地过来抢我 但江露城晕了 她只能急匆匆地让侍从 把江露城抬进马车里 养着这么个小灾心 你也不怕她把你一家都客死了 临走之前 她怒目远征 指着阿娘和我 让我们等着 阿娘没有相信她的话一分一毫 反而呸了一声 放她娘的屁 我们岁岁是天大的福星 自从那天之后 阿娘的成衣店的生意开始出现了问题 没什么别的原因 因为国府的人频频来找茬 虽然说国公府是高门大户 且重轻欲 不能与平民百姓过多为难 但江夫人总想得到恶毒的法子 国公府的人来阿娘的成衣店里 也不打砸东西 只是乱晃 抓着使鸡可能还想抢我 那些夫人们 见国公府的人明显来者不善 知道国公府与成衣店有过节了 不想得罪国公府 于是不再来了 因为我的名字没有上宗谱 江夫人现在连证明 我是国公府的女儿的证据都没有 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来威胁阿娘了 但阿娘说她绝对不低头 也不会将我交出去 她说看江夫人那副模样 我要是回去了 是一定会死的 但如果一直是这样 成衣店是会倒闭的 江夫人一直没有露面 直到突然有一天 江露诚凶神恶煞地闯进来 身后跟着怒气冲冲的她 江夫人身后跟着一对又一对人马 街上的人们见气氛不对劲 纷纷逃回了家关紧了门 江露诚一进来就呲牙咧嘴地指着我骂 你这个灾心 贱货 都是你吸走了我的气韵 才害我现在天天都这么倒霉 等你回了国公府 我一定要弄死你这个贱货 我发现她的脚好像一搏一搏的 我嬉嬉笑道 嬉嬉 腿要断 要瘸 要瘫 江夫人怒不可遏 抬手就让那些人马围住了成衣店 不能忍了 来人 把她给我抢过来 实在不行就把那村府给我杀了 一介草民 国公府有的是能力摆平 就在阿娘开始瑟瑟发抖的时候 一道平淡 但是让人有些害怕的声音响起 哦 当街杀人 杀的还是当今朝廷二匹命官的夫人 动刀动枪 抢抢孩童 国公府如今是无法无天了吗 江夫人原本很不耐烦地转身 直到看清了那个人 忽然惊恐地拉着江陆城一起跪了下去 妾身拜见陛下 吴皇万岁万岁万岁 阿爹和哥哥站在被称为陛下的人身后 朝着我和阿娘眨了眨眼 一片死寂之中 我忽然在阿娘怀里拍着手跃倒 龙 阿娘 是龙 阿娘本来也想下跪的 被那个笑得十分开心的男人拦住了 果然和两位爱情说的一样 是个鼎鼎有意思的孩子啊 皇帝伯伯本来是要教训那两个人的 结果我的亲爹江国公赶过来了 他拿着一张金光闪闪的小牌牌 跪在皇帝伯伯面前 一副皇帝伯伯是做错事的恶人一样的模样 皇帝伯伯好像没办法 只能摆着手那两个人滚了 江夫人走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神十分可怕 就跟药生吃了我一样 但我并不是很害怕 我对他吐舌头 你坏坏 你要死 你们一家都要死 他气得跺脚 又拿我没办法 可有意思了 之后我被带进了一个叫做皇宫的 看起来十分华丽的地方 是皇帝伯伯带我进来的 他跟我说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 我想玩什么都可以 我说 那他是一条好龙 他笑得更开心了 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一个地方玩 我说 好龙肯定不会嗨我的 那我就去吧 但是天黑的时候要把我送回家哦 皇帝伯伯笑着英语 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里有难闻的味道 还有一堆人跪在那里 我一点都不喜欢 孩子 这是药味 那些是没用的太医 看到那张床上面的孩子了吗 那是朕的儿子 他生了很严重的病 一直醒不过来 正希望他能醒过来 在所有人构意的目光之中 我迈着小短腿 蹬蹬蹬地跑了过去 然后艰难地爬上了那张床 好像有人想要拉我下来 但是被阻止了 我趴在那个少年的边上 盯着他看了好久好久 忽然我指着他 对皇帝伯伯哥哥笑着说 伯伯 你是大龙 他是小龙 所有人都跪下来磕头了 我不明白是为什么 但我知道皇帝伯伯很高兴 我最喜欢让人开心了 我戳了戳少年的脸颊 伯伯 我喜欢这个小龙 他长得真好看 等他醒了 能让他陪我玩吗 在哥哥的教导之下 我已经能说出比较完整的句子 也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听到我这句话 皇帝伯伯好像有些激动 能 孩子 他要是醒了 伯伯天天让他陪你玩 好不好 我拍着手叫好 然后 我握住了少年的手 那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呀 快点醒吧 有好多人想阻止我的动作 姑娘不可啊 太子殿下是不能受刺激的 请姑娘放下太子殿下的手啊 我只是眼巴巴地盯着这个好看的少年 瞧 醒一醒嘛 忽然 少年的手动了一下 伯伯 他动了哎 皇帝伯伯早就在一旁红着眼盯着那只微微动过的手眼都不眨了 那些跪在地上的太医们纷纷失态地悉行着爬了过来 只为看一眼少年还在小幅度动着的手指 太神奇了 殿下这么多年都不曾动过 究竟是为何 皇帝伯伯在此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是颤抖的 孩子 你想不想让他快点醒过来陪你玩 我欢快点头 那你留在宫里几天 多陪陪他好不好 我就这样住在东宫里了 我每天趴在床边跟少年说话 总是能看到他的手指在动 偶尔我还会跑到皇帝伯伯的书房去 其他人好像都很怕皇帝伯伯 但是皇帝伯伯明明就很慈祥嘛 他对我可好了 就和阿爹一样 有一次去的时候遇到了脸色超级臭的江国公离开 离开的时候看到我 还狠狠瞪了我一眼 让我这个小贱蹄子等着 皇帝伯伯看起来好想抽他 我蹬蹬蹬跑过去 让皇帝伯伯别气 还让皇帝伯伯蹲下来听我讲一个小秘密 伯伯你别生气哦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他以为自己才是龙欧 等他死翘翘你就不用生气了 皇帝伯伯若有所思起来 真的不起了 陆岁岁真的是个超级会哄人开心的乖小孩 忽然有一天的时候 我看到少年的眼皮也在动 但我才刚爬起来想跟皇帝伯伯说这个好消息 周围却忽然吵闹起来 其实今天本来是阿娘进宫来看我的日子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都没看到她 在此之前 我反而还见过了江夫人 我第一次在宫里遇见江夫人 他好像是特意等我的 他居高临下地对我说道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要不要回来 你要是回来了 下场说不定还没那么惨 能有个体面的死法 这次之后 你可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我觉得他有些莫名其妙 他瞪了我一眼 不识好歹的蠢货 后来我才知道 他为什么突然找我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东宫被围起来了 我跑出去看的时候 看到了被压着堵住嘴巴 跪在地上的阿娘 阿娘脸颊红红的 好像是被人打过了 江露城一脚踩在阿娘背上 趾高起昂 这里已经被我给控制了 我特意带这个老婊子过来 当你这个小贱人的面 剁了给你看的 不然实在难解我心头之恨 我要是再不造反弄死你 就要被你西光气韵倒霉而亡了 哼 反正那里面躺着的 也是个永远醒不过来的废物 皇帝死了也没人做皇位 不如直接让给我 毕竟我才是真龙命 就在江露城提着剑要 砍向阿娘的时候 我忽然开口 大声反驳他 圣渊他才不是废物呢 他会醒的 他是长得鼎鼎好看的小龙 你是又丑又笨的癞蛤蟆 江露城怒了 朝我冲过来 你个贱人 敢骂我吃癞蛤蟆 老子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就在江露城举荐的一刹那 一柄利剑飞过 贯穿他的眉心 他几乎是一瞬间失去了声息 倒在了地上 而我面不改色 当朝太子圣渊站在阶梯上 迎风而立 东宫飞扬的王岐在他身后 沦为陪衬 那些围过来的造反的士兵们 在一瞬间被解决掉了 还有一群被江露城逼过来的 大臣爷爷伯伯们 此刻全部跪在了地上 参见太子殿下 咽下千秋万福 我扑到了阿娘怀里 摸摸她的脸 又摸摸她的手 见她没别的事才放心 又跑到了圣渊旁边 她好高呀 比我高好几个头 她看了我一眼 我愣愣地将手塞进她手里 千千 她没有松开我 而江露城的死 最受打击的 莫不过是江夫人和江国公了 他们似乎根本想不明白 为什么算命的口中 有龙命的抚兴 居然就这样死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算什么 龙呢 江夫人扶在江露城的尸体旁嚎啕大哭 我的儿啊 江国公也愣愣地 失去了神采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儿是龙 是龙 圣渊提着剑牵着我走下台阶 淡淡倒 因为你们似乎从来没怀疑过 那个算命的是个半桶水 不仅算错了命格 还算错了人 江夫人正正地抬头 江露城没有龙命 也不是抚兴 抚兴 是露碎 又有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你们以为 你们造反怎么这么容易啊 皇城想进就进 见命夫人说绑就绑 还不是碎碎厉害 提醒了朕 不然怎么能有这么多人 陪你这一大家子演戏啊 原来是皇帝伯伯来了 他身后还跟着阿爹和哥哥 只是你们一大家子蠢货 碎碎在之前顺风顺水 扔了碎碎之后倒霉八年 就这样也没有怀疑过 那预言的真实性 你们死得不冤 是被自己给蠢死的 圣渊骂人太毒了 我觉得好好玩 笑出声来 江夫人和木偶一般 转过头看向我 突然就嚎啕大哭起来 他一边哭一边朝我扑过来 好碎碎 是娘亲对不住你 娘亲是被人给骗了 娘亲发誓 以后一定加倍对你好 碎碎 你回到娘亲这里好不好 都是娘亲的错 娘亲不该那样对你 我往圣渊那边挪了挪 避开了她 然后骚了骚头 有些尴尬 你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吗 你不就是不想死吗 可是你好坏 要死的哦 江夫人哑然失声 什么话都说不出口了 江国公谋逆 全族上下 一宗朴朱沙 一个不留 这就是他们一家人的下场 不过我根本不在乎他们 也没空关心这些 我忙着找圣渊玩呢 阿娘阿爹他们回家之前 问我要不要一起回 我刚想说我也要回去呢 圣渊忽然又看了我一眼 哎呀 我有点想跟他玩 谁叫他长得那么好看吗 于是我骚骚头 说我暂时不回家 阿娘掏出帕子擦泪 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圣渊他真忙啊 皇帝伯伯对他太坏了 他才刚醒呢 就要每天都读书了 不过他真厉害 还能一边读书 一边陪我玩 父子给他上课的时候 他一手记内容 另一手还能逗我玩 我困了他还能用这只手 拍我睡觉 就是夫子老是咳嗽 他嗓子不好吗 圣渊一醒 我感觉皇帝伯伯 待在书房的时间都变少了 现在都变成圣渊 待在那里了 我觉得那些人怕圣渊 就和怕皇帝伯伯一样 明明他们都很温柔嘛 圣渊坐在书房 那个吊着龙的椅子上 听下面的人说一大堆 我听不懂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趴在他的膝头 在他手背上画乌龟 我趴着老是感觉不到脚的存在 后来才知道是麻了 为此抱怨过一次之后 圣渊就会恰到好处地 在台子下面捏捏我的脸 提醒我起来 我猛地站起来 把下面的人吓了一大跳 殿下 这余里不合 成何体统 尚书若是闲 孤得狼娟去喂狼的 尚书沉默片刻又问道 殿下难道真的要娶一个 心智不全的女子 做太子妃吗 我站起来缓了会儿 又毫不客气地 趴进圣渊怀里 困了 睡觉 尚书又差点站不稳了 其实是我觉得 圣渊好像马上要生气了 我努力伸着不够长的手 拍了拍圣渊的背 然后凑进她耳边 跟她说悄悄话 你别生气哦 这个伯伯她是好人呢 圣渊忽然笑了一下 让她回去 尚书走后又来了兴致 继续趴在圣渊戏头 为她画乌龟 圣渊忽然摸了摸我的头 碎碎才不是蠢 是大致 对吧 她笑起来真好看 我也跟她一起笑 我十五岁的吉吉里 是在宫中办的 和圣渊的家冠里一起 听说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很多人都觉得不妥 说我实在是太肆意妄为了 但皇帝伯伯说 我负担的起配得上 谁敢乱说 就拔了谁的舌头 时间过得真快呀 我都十五岁了 这九年之间 阿娘的成衣店生意越做越大 连锁店开遍大江南北 真的应了我那句发财 而阿爹和哥哥 两个人一路高升 阿爹现在是正一评理不上书 而哥哥是汉林院首席大学士了 听阿娘说 曾经陆家衰败 亲戚表里都会嫌弃一句 破落户不愿意来往 如今倒是门庭若市了 这之前居然只花了短短的八年 阿娘说 陆家全家人都要谢谢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知道阿爹阿娘哥哥 每天都很开心 我喜欢他们开心 我也开心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的吉吉里 他们好像又没那么开心了 从阿娘问我喜不喜欢圣渊开始 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喜欢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阿娘 什么是喜欢呀 我知道 她的手很好画乌龟 因为她从来不会乱动 阿爹和哥哥就不行 他们老说痒 而且啊 她一点都不嫌弃我画的乌龟不好看 她还给那些大臣叔叔伯伯们看 问我画的好不好呢 还有还有 她怀里睡觉很舒服 比阿爹和哥哥抱着舒服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阿爹和哥哥都不抱我睡觉了 还有哦 她说岁岁不笨 是大致哀 我有样学样 问圣渊喜不喜欢我 她给我说了一个故事 我醒不过来的时候 总是觉得自己离死就差一步了 活着太痛苦了 我的梦里都是一片漆黑的 后来有一天突然有了色彩 出现了一个小仙子 小仙子陪我说话 说很多很多话 她说她想我陪她玩 我那时就想 好像真的得醒一醒了 不然怎么陪她玩呢 后来我醒了 小仙子就有了脸 碎碎 我是说非你不可 我懵懵懂得高兴到 那我也非圣渊不可 我说着说着 阿娘忽然红了眼睛 我给阿娘擦眼泪 阿娘为什么要哭呢 阿娘哭得更伤心了 阿娘为碎碎高兴呢 不知道为什么 哥哥也哭了 我不愿意 我可以养碎碎一辈子 阿娘握着我的手 认真问我 碎碎 你想嫁给太子殿下吗 我咬着手 阿娘 什么又是嫁呢 就是以后碎碎 不用再那么麻烦 进宫找她玩了 碎碎可以一直在宫里 让她陪你玩 我拍手跃道 好 我要嫁给她 阿爹和哥哥又抱在一起哭了 倒是皇帝伯伯高兴得很 我出嫁的那天 阿爹阿娘和哥哥一起哭成了泪人 哥哥背着我的时候 我感觉他的背都在抖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想哭了 我明明只会笑 不会哭的 圣渊从哥哥背上接过我的时候 我的泪水忽然就和断了线的竹子一样 怎么也止不住了 如果不是阿爹阿年和哥哥 碎碎应该早就死在那个 和家团聚的血液里了吧 就没有现在的路碎碎了 我扯着圣渊的衣袖 把自己的眼泪都擦干净 然后冲着他们笑着 说出了初见识的那句话 升官 发财 升官 发财 大家都笑了 我也笑了 开心就好 我最喜欢大家开心了